随着沙特先发阿根廷 日本又从德国手里抢到胜利 今晚韩国对阵乌拉圭的比赛 开始备受球迷的关注 除了作为韩国的亚洲球队能否再续奇迹 最后一届世界杯的塞罗 同样也是无数球迷关注的焦点 37岁的年龄 五届世界杯 21亿年的职业生涯 除了大力神杯 塞罗把足坛能拿的荣誉 拿到手软 如果说足球界的马拉多纳 之余的是篮球知识麦克尔乔丹 那克里斯蒂亚罗纳尔多 和比他仅仅大两个月的 勒布朗詹姆斯的争牙轨迹 同样有着太多的相似 18岁的塞罗展现出顶级天赋 被决爷带进欧洲顶级豪门卖联 同年的塞姆斯 在NB选球大会上 以状元身份踏上职业赛场 21岁青色的塞罗 随国家队踏上德国世界杯 伴随着葡萄牙黄金一带的老去 球队止步决赛 半决赛输给法国后 塞罗的落泪也成为了 他生涯的经典画面 同年的詹姆斯 拿到了自己生涯第一座MVP奖杯 也带领肌肉的骑士踏上季后赛 但被活塞无虎 放到怀疑人生 2016年塞罗卖上个人生涯巅峰 当年的欧洲杯 先是小组赛最后一战对阵匈牙利 塞罗凭借一己之力 强行带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 驾驶赛利克克罗迪亚 点球胜波兰 一传一投球拿下威尔士 虽然决赛塞罗殷伤下场 但整个欧洲杯塞罗的个人表演 让球队抚平了当年希腊神话之痛 同年的詹姆斯在总决赛1比3落后 然后绝地球生逆风翻盘 骑士三胜勇士 个人成就和球迷风平 同样达到生涯巅峰 如今20年过去了 两个当年一气分发的少年 都多了些许银丝 当年在课堂上偷偷看他们比赛的男孩 如今也早已是为人夫 为人妇 国家队的赛场早已不见詹姆斯 塞罗的国家队球服 也不知道还能再穿几场 虽然他俩都是体坛知名的自律和刻苦 也同样保持着超长的禁忌巅峰 但岁月只能在他们身上慢慢流逝 却不能停下脚步 青春涌住 塞罗已经离开他梦开始的曼联 下一站不知从哪里开始 詹姆斯也带不动西部倒数第二的胡人 但今晚 当年还在客桌前的你 还能再看到曾经的偶像 踢上世界杯 还能再回忆一次 自己青春的模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